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立體石 它說現在有一個環形貨電線 它的均勻分布在環形上的電量是大Q 然後現在有一個小Q 在這個環的圓形上 在這個圓環的圓形上 然後這個大Q跟小Q是E 也就是它是吸引力 大Q乘以小Q也是小Q 然後以V0的速度射出去 結果的話因為吸引力的環境 它最多只能達到根號3R O到P的距離是根號3R 那它現在DA小Q是問說 那如果這個速度 速度是多少的時候 它才能夠達到無限度 那現在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那個力學能手 當這個小Q在圓形的時候 大Q跟小Q之間的位置有多少 大Q在歐點上面建立的電位 是等於R分之KQQ 所以小Q跟大Q之間的電位 就是小Q乘以大Q在這裡建立的電位 所以是R分之KQQ 好 這個是在歐點的時候 大Q跟小Q之間的電位 好 那加上多少 加上那個小Q的動能 2分之1 M510 那會等於多少 等於到達這裡 到達這裡沒有動能 只有位能 那這裡的那個位能是什麼 大Q在這裡建立的電位 是多少 這個小R是等於多少 一同B是定 大R平方加這個平方 等於小R平方 所以這是根號多少 R平方 加上根號3R平方 所以這是等於2R 所以等於大Q跟小Q之間的電位 是2R分之3 KQQ 啊加上根號2等於 好 那現在齁 我換一個速度 要讓它跑到我什麼地方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R分之KQQ 就是這裡的電位 加上2分之1 M的V平方 會等於多少呢 跑到我什麼地方去 它的位能等於0 啊動能最小是0 好 啊所以這個等式 我們就把這個移過去 這得到多少呢 得到這個 我把這個拿上去好了 還是這樣擺個好 2分之1 M的V0的平方等於多少 移過來 移過來 2分之1-1是-2分之1 所以是-2R分之KQQ 不過這是大零 為什麼 因為大Q跟小Q呢 相反 這是小零 加上根號是大零 事實上就是大零 啊一樣 這2分之1 MV平方 把移過來 移過來是 R分之負的 KQQ 啊這也是大零 一除 就是V 除以V0 平方等於多少 這個除以1 除以2分之1 就是2 也就是說 V等於 根號2V 好 這是DA小題 好 啊這樣我們看呢 B小題 他說金將指點A 齁 改為一質量相同 但電量是-Q 那電量如果-Q 那這個就正了 就改成-Q 那大Q乘以-Q 這個時候DA 的另一質量 直點V 當直點V從O2 由禁止狀態 逐漸加速向E運動時 試求他到達P點的數量 那第一小題 Db小題 這個 小Q 改成 負小Q 負小Q 正的 所以他們之間的電位能 是正的 所以呢 這個位能可以釋放成 變成 動能 這裡的動能加這裡的位 所以是 R分之 負的K QQ 乘以-Q 乘以-Q 這裡的動能等於 一開始從這裡 禁止開始 跑這裡 那會等多少 會等這裡的位能是 2R分之負的KQQ 幾乎是大於 加上呢 這裡的動能 2分之一 mV' 平方等於0 這不是等於0 plank v' 好 那他現在要問這個v'的梳理了 所以你就把這個移過來 移過來 移過來以後就 變成多少 變成是 2分之1 mV 辣金 比多少 把移過來 以後 -1加2分之1 就負2分之1 負的 2R分之 K QQ 這是大於0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一項的話 嗯 這一項跟這一項一樣 負2R分之KQ 這也是負2R分之KQ 所以這個4量是等於多少 2分之1 m V0 平方 也就是說 v'等於V0 v'等於V0 也就是說如果 他們的位能是正的話 你讓他從這裡跑到這裡來 他速率的話是等於V0 對 對 對